戶国神山确定落脚在高雄 台积电外传好几个月要来高雄设厂 引发全国关注 而现在尘埃落定了 确定将在中油炼油厂五清旧纸 设置生产7奈米跟28奈米制成的晶圆厂 市长陈其迈也就在会议上证实了这项消息 而为了让台积电前来设厂 市府也积极解决土壤污染整治 还有多元开发水资源 清长预计在明年开始动工 到了2024年投入量产 昨天台积电决定在我们高雄的高电厂投资 议会上宣布好消息 台积电已经外传好几个月要来高雄设厂 成为全国关注焦点 现在尘埃落定 台积电已经证实 将在高雄设立生产7奈米 及28奈米制成的晶圆厂 预计明年开始动工 市府会继续的加紧脚步 我们期待可以完成目标 在明年中交地给厂商进行建厂 新厂位置选在男子中油炼油厂 五勤就职占地两百多公顷 预计2022年动工 2024年投入量产 但环境问题包括土壤污染整治 水源该从哪里来 高雄市府准备好了吗 每天我们的处长副处长 几多进驻在现场 就看整个现在污染的整治状况 到目前也是进度有稍微超前 多元开发我们的水资源奏效 包括说我们的浮流水 62个申井的这个 对我们备用的这个水源 起初台积电对高雄印象 其实是缺水缺电缺土地 这上今年春季出现缺水危机 市府团队结合各局处 组成专案团队 开凿深水井 开发浮流水 展现快速墙水速度 让台积电吃下定心丸 决定落脚高雄 提前的来做相关其他土地的规划 也包含我们的高雄炼油厂 也因此这一次我们很欢迎 台积电来高雄来做投资 成功翻转台积电印象 除了解决用水用电 厂区选址也不容易 经过多方评估配合扩厂需求 选定中游高雄连游厂就职 临近捷运站跟高铁交通便利 也能快速带动当地发展 这次成员完喻于高雄 台日友好是不是行不通呢 日本不承认扫黄卡 日本宣布放宽入境检疫措施 在日本停留的商务人士或留学生 只要接种过BNT莫德纳 或者是EZ疫苗 入境隔离期间就可以缩短为三天 而日本方面并没有承认 我们台湾的接种证明 也就是小黄卡 因此台湾民众现在要入境到日本 还是需要隔离14天 职位官陈时中回应表示 这是因为日本疫苗 没有数位正正 只有值本 所以双方对此 现在都还在沟通当中 国内就有专家建议了 台湾方面其实可以先对日本来松绑 可以优先让完整接种疫苗的商务人士 只要入境之后 除了PCR检测 再加上抗定检测 确认他们的疫苗有发挥效果 就可以缩短他们的检疫天数 台湾送日本口罩 而日本回赠台湾疫苗 一来一往展现好交情 而日本竟然放宽入境检疫措施 包括商务人士 劳工只要完整接种BNT莫德纳或AZ疫苗 检疫时间就能缩短为三天 但日本没有承认台湾的接种证明小黄卡 所以台人到日本还是要隔离14天 而关键是卡在日方 希望检疫强度能对等 难道台日友好失灵了吗 他们还没有规划所谓的数位 只有一个值本 那像我们对双方的值本的内容 互相在现在正在谈中 应该很快会有一个结果出来 而台大公卫教授陈秀希认为 台湾其实可对日本松绑 优先让完整接种疫苗的商务人士 缩短检疫天数 至于一般民众先维持14天检疫 而台大儿童医院院长黄黎明建议 可让商务人士入境后 除了PCR检测 再加上抗体检测 确认疫苗有发挥效果 就能缩短检疫天数 专家认为虽然会承担一定风险 但边境松绑势在变形 据放宽程度要到哪 就看中央定夺 接种报道 中央还没开放疫苗混打 但是台中今天早上 却出现一名富人 疑似因为搞乌龙 让他可以混打到疫苗 原来台中市开放了45处快打战 让符合资格的民众 只要拿着黄卡跟健保卡 就可以随到随打 8号跟9号这两天 打的是AZ疫苗 但是从今天开始 换成打BNT了 由于明57岁沉浸富人前来要打AZ 没有发现在今天开始已经要换成BNT 工作人员也有疏失 导致这名富人最后AZ混打了BNT 事后卫生局紧急做了后续处理 也会持续观察这名富人 有没有不良反应 快打战这名富人 刚接种完疫苗 在座位区休息 她拿着自己的黄卡 上头写着9月3号 施打第一剂AZ疫苗 但是第二剂却变成了BNT 奇怪的是明明中央还没有开放混打 我第一次打AZ就变成BNT了 我以为是打AZ 所以你搞错 我也没有搞清楚到底是打什么 原来这名富人没有弄清楚 快打战今天开放的是BNT 谁到谁打 工作人员也没有注意 搞了乌龙 她就觉得她没有什么不良反应 然后我就说好吧 那就试试看 其实我到这里才知道打BNT的 这名57岁的神性富人 再过两天施打AZ就满10周 因为中央开放缩短间隔 只要满八周以上就能够施打第二剂 加上现在快打战又免预约 随到随打 结果不小心跑错了 我们会跟卫生局这边做回报 台中市府卫生局表示 快打战开放AZ随到随打 只有8号9号两天 10号开始到12号换成了BNT 提醒民众符合资格 要施打疫苗前一定要查询清楚 以免白跑一趟 甚至还发生打错疫苗事件 接下来梁志祥 台中报道 在国内大约有16000人 曾经确诊新冠肺炎 而多数病患在出院之后 有着轻重程度不一的后遗症 以台北荣宗统计来看 其中掉头发症状最多 占了43% 另外也有不少人 有着睡眠障碍 或者是关节 肌肉酸痛等等症状 为了让确诊者康复之后 也可以获得妥善照顾 指挥中心预告将要开设整合门诊 编列4.5亿元预算 同计可以提供大约12000人使用 虽然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趋缓 但还是有不少人 受后遗症所苦 得到医院进行复健 以北荣为例 确诊者康复后 后遗症比例高达七成 为了让这些人 能获得妥善照顾 指挥中心预告 将开设整合门诊 要找30家医疗院所投入 并编列4.5亿元预算 预计能提供约1.2万人使用 根据北荣统计 国内新冠肺炎后遗症 回诊症状 以调法问题最多比例达43% 另外也有不少人 有睡眠障碍或关节酸痛等情况 甚至还有约一到两成的人 会感到疲劳胃口变差 国内新冠肺炎本土加境外移入 确诊人数约有1.6万人 指挥中心跟上国际脚步 设立诊和门诊 提供相关身心照顾 让确诊者康复后 能尽早回归原本的健康生活 郑林陈金顺 看不到